今天是農曆正月二十的客家天川日 也是法定的全国客家日 县府特别在宜兰运动公园 举办了宜兰天川哈克琴的活动 现场不仅有动态的表演 还有客家美食的体验 要让客家乡亲跟民众 过一个幸福快乐的客家年 宜兰县广义的客家人约有七万人 县政府在每年农历正月二十 也就是全国客家日当天 都会选择一个乡村市举办庆祝活动 今年选择在宜兰市举办 活动的内容包括有静态的表演 政令宣导 以及客家美食DIY体验 带领乡亲一起来认识客家族群 今天我们在现场 我们也要特别跟所有的乡亲好朋友报告 不管你现在还会不会讲客家话 宜兰县的总人口比例里面 广义的客家族群大概有百分之十五点三二的人口 这样的一个比例呢 大概是以宜兰县的县名来说 大概有六万多人 那我们希望我们台湾注重多元文化 多元族群我们互相能够认识 互相能够了解 然后我们才能够做很多事情才能够互相的合作 我们的天窗日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环保意义 现在大家都知道 天磅拍一颗 臭痒层啊 这个因为我们太排放超过了 现在极端气候 所以今天利用这个天窗日 我们也学习客家的这种精神 能够注重环境 注重环境的保护 所以大家可以节能减碳 就地球 县长林中贤也协同与会贵宾一起灾予雷茶 以及客家菜包DIY体验活动 并分享给现场的民众 希望让更多人认识客家文化 另外现场也邀请到谢雨薇 黄伟杰等客家歌手 来演唱客家三歌以及创作金曲 展现传统与现代兼具的客家音乐风貌 吸引许多民众驻足聆听 宜然新闻记者Live新采访报导